Layla 2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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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終打了大佬 當然要試試Layla 2 Layla 2 版本的價格 現在大概是23000元 和上一代出的價格 Layla 2 版本 今次轉了兩款全銀色的外殼 跟上次的幻彩碳纖殼殼不同 全銀色都挺高貴的 而且也有差不多一份量 照樣都是跟2.5 版本 和3.5 版本 剛剛試完Layla 2 版本 那個感覺 都幾次我第一次試 我第一次試Layla 上年 我記得我一聽是嘩了聲 因為 為什麼 聲音在我腦中間響出來呢 我之前都沒試過有耳筒 做到這樣的效果 Layla的確是做回那個效果 但是 那個味道 可能不是我自己一向追求的味道 它所有東西都給你 而且是清楚的 所有東西都很平均 那如果 JH的旗艦就是追求這件事 那它也是追求 如果相對於 Layla Layla 一代來說 可能那個驚喜沒有那麼大 因為Layla 是 是直接給我耳目一新的 那我先入為主 我聽過那個 那現在這個 那個驚喜是沒有那麼大 但是它是 的確保持 Layla的味道 還有 尤其它換了這個殼 其實質感就好 比上一代 都是那句 兩萬多元的東西 試清楚好一點 所以我還是覺得 大家不妨在店裡試一下 今個星期想推介一隻碟給大家 我不知道這隻碟叫什麼名字 是不是叫Gina Daw 是吧 不知道 總之我知道這個女生叫江海家 江海家 我第一次在CD譜聽到的時候 我以為是惠蘭來的 因為又有 就是 唱腔 和聲音都有點像是 那些 ABC的聲音 我以為是 惠蘭這麼快又出新碟 原來不是 是一個新人來的 叫江海家 那我第一次聽 就 沒有買到這隻碟 直至我 走Hifi譜 有個Hifi譜 都在播這隻碟 即不是CD譜 是Hifi譜 店主說這隻碟 那我就馬上去買 那買完回來 都發覺它是 幾 幾 香港味道很重的 一隻 一些歌 一些碟 那就是 其實幾K歌的 還有裡面的編曲 有些位置 我都覺得幾刻意是K歌 但都不討厭 而且聽起來都幾順意 幾洗腦 當然不夠 Size Angle Size 那樣洗腦 但Superman 和1 即是它頭的兩隻歌 Superman 和1 我都覺得是挺好聽 尤其是1 我是挺喜歡的 那如果你最近 不知道買什麼碟 又不是只想聽舊碟 聽一下新碟的話 首先去CD店聽一下 不用馬上出手 那如果喜歡的 就支持一下 香港本地的新人 我們還有也是 接下來